哈喽,大家好,咱们今天带大家看一看人家大神是怎么打boss的啊,这些boss在他们面前就像纸糊的似的啊,嘿嘿,根本不禁打啊,两拳一个抓取,弹点伤害,然后血沙片无敌时间,再一套摔,直接带走,他身上的暴击值是一个40啊,也就是说满暴击值,第二关关底一套百拳扔过来,再一套百拳,往前一扔,再一套百拳,拿下。 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感觉说,哎,小时候我们玩的不是这样的,攻击力没有这么高啊,他们这个暴击值直接就是一个40,咱们小时候玩的时候看不到这个数字,但是也有,很少出现这么高的暴击值啊,再等一套啊,摩托车手防御力比较低,再一套拳啊,两套拳直接给他带走啊,比在小汽车上打得快得多。 这边来到了一个第四关啊,第四关比较吃基本功,打一套摔过来,再打一套摔过来,再打一套往回摔过来,扔不扔满天星,没有扔,两拳摊一下伤害,这下扔了,一定要贴身,这下如果你不贴他身的话啊,会嚣张你。 这里来到第五关,先找位置,往外打,打这个云哥的话,一定是最远距离出拳啊,稍微近一点,他就要强返你。 武器捡一下,放到左上角,打这个铁头弓,直接一套摔,这个铁头弓的话啊,人家强返比你的平A长,所以说你一定要上下手离开他一折丢,这里雪上,就要强迫。 雪沙骗一下无敌时间,最后剩一点血,一个摔带走,雪沙完了之后,身上会附带两秒钟的无敌时间啊,所以刚才没有撞到他,这里来到第六关啊,雪沙骗无敌时间,躲墙反,摔过去,最远距离出拳,跟打云哥一样啊,这里大家看一下啊,这个必须得是满暴机值,要不然伤害不够啊,可以形成一个不让他附体,雪沙一顿激晕啊,再雪沙激晕。 再打过去,再打回来,差不多了,这个伤害啊,一套百拳,这样的话,直接就过关,这里来到了一个第七关啊,这个第七关的话,就有点难了啊,因为两个欢迎人啊,咱们小时候应该都是用黄帽打,有一些高手能前前踢踢过去啊,但是,玩壮汉这个角色的话,就纯基本功,再摔,摁着一个打,两下往回一摔, 前前扑,扑倒,雪沙一手,再雪沙,打倒了,怎么办,前前跳,往回一摔,给他砸死,完事之后,再摔过来,哎,剩一个就跟打第四关一样了,但是这个变异患友人的防御力比较高啊,这一关是非常非常吃基本功的,基本功稍差一点的话,没法打。 这里来到最后一关,雪沙先把武器放上,两拳,摆拳,再继续摆,先打一套,完成之后,过来一套抓取,打一个下上拳,凑一下伤害,然后,哎,这,他跑了一下啊,他不太听话啊,浪费了咱们一秒多的时间,过来,减伤武器,47发子弹,40暴击值,这个暴击值的伤害会附加到武器上, 雪沙,武器放下来,先打一套啊,其实是两套,他硬质比较高,一套打不倒。 然后,减上武器,过来嘟嘟嘟,然后再跳过去,打一套拳,啊,直接带走,八个boss就是这么轻松啊,嘿嘿嘿,好了啊,朋友们,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,咱们下期见。 ,咱们下期见。 ,咱们下期见。 ,咱们下期见。